搏击争名的人士有很多,比如邹世民李景亮,但属性最具争议的就是伊龙,有关于伊龙连续被KO,没实力等话题接踵而至,伊龙又被称为武僧伊龙,就是因为伊龙在国内打败过100多个对手,又借助武林风的平台,武僧伊龙在国内迅速走风,舆论的导向再加上舞台的包装,给伊龙营造出一种我就是中国搏击第一人的假象,但其实伊龙的状态真的不如从前,被细体裁KO,被杀一堂KO,伊龙的实力再次得到了否认,网友们纷纷热议,有� 伊龙连续被KO,为什么还是不服气,还是要继续去打?其实伊龙并非专业出身,之前做过各行各业的工作,当时的他有个武胆的萌,但是他只是上过武术学校,并没有得到过专业的培训和教育,再加上武林风的连续吹捧和包装,伊龙的好胜心强,自我开始膨胀,认识不到真实的自己,但真正让伊龙打枪世界的时候,他的实力就显露了出来,反应曼失去反抗能力,连续被打被KO等问题纷纷暴露出来,中国当下MMA第一人的李景亮在接受采访时说道, 伊龙就是那么差,我分分钟就能干到他,能被对手说出这样的话,看来伊龙的实力真的是个大问题了,连续几次被KO,但伊龙并没有真正放弃,他谣言要为中国功夫证明,还要继续打,声称再给自己一次机会,更有网友讽刺说,要想活就和伊龙打,看来武僧伊龙的实打已经快结束了,但是不管对手实力如何,个人而言都应该看清楚自身的实力,提高自己的专一水平,那是为中国功夫证明也不晚。